董主委 委員長 主委,昨天在我們委員會針對募兵制做一些檢討 相關的委員都提出很多建議,也了解到實質上的一些問題 今天幾乎各大報紙,頭版、頭條都寫到目不到兵 千夫萬犯,只招來三成 裝甲兵要一千人,只來四十一人 我不曉得主委你看到這樣的新聞 跟昨天這樣一整天委員會的一些質詢答問 你的看法怎麼樣? 非常謝謝委員 事實上這也就像我們今天報告所談到的 我們認為募兵要成功 首先就是要能夠吸引這些人到軍中來 他進來之後,我們還要想辦法讓這些人願意留在部隊裡面 長留久用,創造我們的可治戰力 可是最重要之後呢,我們還要給這些人 在他退伍之後,讓他有一個把握說 他退伍之後我們給他一個可以期望的未來 讓他知道說他退伍之後 不會就無所事事了 因為每一個人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會想看他的未來 我們也相信每個家長在送他的子弟到部隊來的時候 也會想想他當了四年兵 十年五年兵六年兵 之後他的未來是什麼 他的將來下半輩子如何依靠 所以這也就是說我們退伍會 所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想辦法讓這些退伍軍人能夠 強化他的就業競爭的能量 他進入社會之後能夠很快的找到工作 來建設我們的國家 對,我們退伍會最主要是規劃一個可期望的一個 退伍的生涯規劃,對不對 我看到這種報紙,我是主委,我會嚇一跳 我擔心我的這個國軍退出域官兵委員會,輔導委員會會被裁設 因為你募不到兵,將來就沒有退伍軍人 那你這個單位就要裁設掉了 這也是我們非常努力在做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把這些都做好了 讓這些家長們看到說他的子弟進到部隊來 他有一個可期待的未來 如果說我們不做這件事情 那就會像委員所說的 對,你募不到兵,將來你要服務什麼對象 對,如果是現在不做好 這是一個正常的循環 對,所以我現在都做 對,我已經講得非常好 就是我現在就要做好這些事情 讓這些人 家長也好,士兵也好 年輕的人他都知道說 他到部隊來 我們國家會有這麼一個單位 在幫他規劃 他的未來我們給他做就學 我們加強他的就業的能力,競爭力 讓他知道說他退伍之後 他不會無所事事 他不會靠救濟經過日子 主委,你今天這些相關規劃的方案 有關於推動就學就業的能量如何 你似乎都沒有提到一個目標的管理 大概我現在多少人退休 我怎麼輔助他每一年多少就業的人量 這些數據能不能提供一下參考 因為你的目標都沒有明確 所以我們不曉得你到底這個工作做得好不好 我剛剛私底下問了一下 我才關係到說我們今天是副署長來 署長為什麼不來?結果是因為生病 我這個生病當然人都難免了 那我是想說因為 我本人我也是從過去在勞委會服務過 相關的就學就業其實這方面都有一個目標管理 沒錯 每年我們怎麼做 要輔導多少就業多少人退伍 其實這個都有一個目標管理 你應該很明確的提供這些相關的資料給我們 那請副署長先說明一下 有沒有這樣具體的規劃 那每年我們可以幫助多少退除役的官兵 要有具體的一個目標管理 好不好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給我這個機會 我向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對就業方面 我們的規劃是每年有五千個榮民権 來協助他就業 那麼至於未來募兵制 我們的規劃是從104年開始到123年 這20年來做規劃 那麼以國防部提供我們的名額 那麼參據108年是一個比較平均的數目來算的話 我們大約有將近12000個榮民 他需要來做這個就業的協助 因此在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做了相關的規劃 包括他們就學就業以及職訓 就像剛才我們主委所說明的 就是說在訓練中心 我們目前已經接受國軍借退官兵的訓練 那麼未來我們會在相關的榮民服務處 再擴大這個訓練的能量來協助他們 主委我希望你們提供給我102年 過去就學就業的目標 然後實際上的數據給我 明年規劃多少目標 這個都相關資料給我 這個讓我能夠了解說我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可以這個馬上就可以提供的 這個也希望說我們處長身體趕快好起來 因為我之前 我也知道他之前開過的心臟繞道手續 那如果真的是 這個業務繁重的話 因為我知道他已經67歲了 是不是可以調整一些比較 比較能夠升任這個體力的負荷 能夠做這個工作 因為這工作很重要 因為今天所有的報告似乎都是這方面的 那我想說請問一下主委 有沒有民營企業有大規模禁用我們退出一官兵 有沒有這樣的機構 事實上就現在今年我也查過這個資料 就從今年1月份到今年的11月份 我們一共禁用了4900 推薦4910多位的這個農民 農券到我們的一般企業裡面去 我們目前來講到現在 跟222家的企業有簽訂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這些產訓的合作 我們預期希望在年底的時候 能夠達到230家的企業 我們就說根據這些的產訓的合作 就說我事先去拜訪這些企業 我們是希望知道他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他需要什麼樣子的人力素質 那我們的訓練中心 就根據他的素質 跟他的需要 我們來開設班次 就在我們報告中也提到 我們在今年來講 已經開設200多次 在明年來講 我們準備開辦266個班次 招訓8630個人 那未來也就是剛剛我們副署長所提到的 那個主委 你應該把這個相關 這麼好的明年企業 形象優良的 那也配合我們的業務的 應該把它表揚 由我們每天都有辦 這個優良企業的 表揚 讓我們國人知道說 哪些企業這麼好 能夠經用我們退出獄的官兵 這個我想 要是我是看到這樣的新聞 我要退伍人家說 我退伍之後有相關 有兩企業金融我 那我覺得這個很好 你們可以辦理公開的一個表揚的一個 有有有 我們下次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也工錢委員來跟我們指導 那另外齁 你在你的報告裡面說 要協助申請低利的創業貸款 那先接動我們怎麼協助啊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根據 只能說 對老委會 他那邊有這些就業的貸款 這些 但是我們認為是說 你們自己沒有嗎 沒有規劃嗎 對我們現在是沒有 但是就是我們已經在研究要做這件事情 這個就像 我昨天有跟你提起的 有有有 這不是說 台灣也會有人在做的 我們的海外的安置基金 那我們也應該設定一個創業安置基金 輔導一些有潛力的 然後一些有專業理念的 我們可以幫助他創業 辦理這樣的一個貸款業務 這個我們要主動來規劃 對 不要說這個是老委會的業務嗎 不是我們是講說 現在來講 雖然有老委會這個管道了 但是我們也認為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研究 事實上我們的副主委也在辦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從我們這安置基金 看能不能夠來也想辦法 來做這個創業的管道 來幫助我們的榮民來做這些事情 這並不是說委員您昨天提 我們今天就寫上來 而不是的 這個報告是在之前就已經寫好 都備變好要送立法院來 對 我是說你要一個具體 這個提出來 我們讓社會各社了解說 我們退伍會有這樣的一個基金 幫助我們退伍的這些官兵 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創業的一個代表 是目前我們還在研究 這樣我們還要報行政院去核定 那你這個方案什麼時候出來 我們正在努力還要跟行政院再來溝通 這並不是說我們馬上做就馬上可以出來的 什麼時候會出來 有沒有一個時程 報告委員我這個對這個時程我現在還沒有一個 你去加快腳步好不好 是是是 既然有這樣的想法就趕快把它落實 是 那另外就是說那個 我想問一下天然氣的價格 現在一直漲 這個銅磚瓦斯在台北一銅都破千了 那 我們在鄉下 我們依然現在是沒有那個天然瓦斯 那 相關的成本就越高了 所以我在想說 你這個天然氣的相關的經營業務 公司的事理方面 相關要專採專要 不要變成說這個 營業效率不髒 然後就把這個 營業效率不髒的部分就反應到 都成本去了 讓我們簽名來 來蓋瓜 承受這樣的一個賬價的一個後果 這個部分呢 我想說 是不是 你也要求你們 屬下的這個 所屬的這個 瓦斯公司呢 做這樣的處理 都會 這個 減免基本費用 有六十塊錢 那民眾必須拿那個瓦斯的單據 跟中低收入的一個證明文件呢 付我們 退伍會 所屬的一些 瓦斯公司辦理驗證 就可以 減免了 是不是 有些民營的那個部分呢 也能夠 統領一下 一樣的做法 像很多地方 都沒有啊 像 很多地方 都不是我們 退伍會投資的一些 瓦斯公司 像這個全國應該一致的信任 不要說沒有的部分 就 就沒有這個 對低收入負責 一種 優惠 或者是一種照顧 像應該 一致性的一個 做處理啦 你是不是可以邀請 相關業者做一定的處理 這個政府的沒意嘛 那我們政府 我們 對五位所屬的瓦斯公司 已經帶頭做這樣的事情 其他的部分 也應該做一樣的處理 我們都有在這個瓦斯 他們天然氣 同業公會 新燃社瓦協也好 這個 請大家能夠 一起來做這些事情 你要要求大家一起做啦 要不然的話 越偏僻沒有的部分 他反而沒有辦法減免 這些就是中低收入負責 這些弱勢的 所以這部分我想說 你在所屬的那個單位裡面要要求 他們做前省一次性的安排 我說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民眾沒有 就是因為他比較落後 他沒有我們 我們那個 退伍會的瓦斯公司 那其他民營的公司 就沒辦法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做你 做統一的要求 相關獲益的時候 你應該大部分都是 瓦斯都是你們在經營的嘛 都是相關投資的啦 所以說這個部分呢 請你說做這個處理 好不好 好 在一個月內之內 好不好 把這個事情解決好不好 我們一定會再盡快的 告訴他們要請 做這些事情 因為很多弱勢者跟我反應 就是沒有辦法獲得這樣的優惠嘛 好不好 我們一定轉達委員的關切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很明顯